最近美军就公布了一个消息 说他们正在研制专门打击地下加固目标的钻地型核弹 而且他已经挑明说了 就是要为这两个主要的核武器竞争对手 中国和俄罗斯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顿评 美国说的这种核弹就是一种战术核弹 它就是那个B61系列12战术核弹的升级版本B61-13 那么它把这个爆炸量当量增大了 预计和B61系列中的威力最大的B61-7 它的爆炸当量是相当的 大约是36到40万吨TNT的当量 它专门就是对加固的重要目标 你比如说地下战略指挥和控制中心 实施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美军部署在欧洲的B61-12战术核弹 理论上它是可以给北约的这些盟国用的 而且美国也多次组织了各种训练 因为这种B61-12它可以和美国现在的各种飞机都进行匹配 包括轰炸机 包括战术飞机 比如说像F35 F15都可以打这个东西 而且据美军现在的透露来说 B61-13它可不给盟友们用 所谓美军特供 美国要用的东西是亲自下场的 美国媒体就称啊无论是中俄这样的传统核武器竞争对手 还是伊朗或者朝鲜这种地区的威胁都在大力的发展 能够抵御普通钻地炸弹的地下加固设施 那么这将给美军带来很大的麻烦 你看他打不到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麻烦 多霸道的一种想法嘛 所以说呢美军要研制这个B61-13了 美国目前的钻地核弹呢主要是B61-11和B83-1 其中这个B83-1啊当量是非常非常的大 也是目前它战术核武器里面当量最大的一个 爆炸当量超过了120万吨TNT的当量 但是呢这B83-1呢它的服役时间太长了 而且呢打击能力啊 它不是说靠钻地啊和什么 它就是所谓的力大出奇迹 它就是靠它那个当量非常非常的大啊 就用那个巨大的爆炸威力来摧毁啊 但是这个附带的损伤太大了 缺乏实战的价值 所以面临着推移啊 所以呢美国现在就要用B61-13呢来代替 不过呢如果是真的研制成功并且服役的话 恐怕数量也不会太多啊 据美军现在自己来透露呢 应该不超过一百枚 通过这个事啊我们注意一点哈 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趋势 正从冷战时期的这种威慑性 就是大家看谁东西多互相吓唬谁 正在转向如今的实用性 正在往这边转 也就是说用这种东西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而同时呢美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核威慑的演习 那么这些举动呢将非常大的影响全球的安全和和平衡 在战略这个核武器方面啊 美国已经开始启动了 你看他要开始启动重新恢复他的核实验嘛 而且很有可能去研制新的核武器 重新开启核武器的军备竞赛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和趋势 在战术核武器层面啊 美国目前呢无论是在武器的种类性能和投放工具上啊 你比如说各种作战飞机上 美国在都是世界最强的嘛 而且呢他们可是真敢用核武器的啊 因为你到目前为止吧 毕竟只有美国一家使用过核武器 那么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美国已经没有这种全球性的绝对的军事优势了 尤其是在传统的军事领域 不但不能保证这种绝对的对对手的压制 还有可能被反超的趋势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越来越倾向于核武器 尤其是战术核武器的实战化 以此呢来补足他的所谓的这种军事霸权啊 他重拾他的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这很显然 美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来源